你有沒有覺得有些人真的很奇怪 什麼話題他都要餐一餃 什麼話他都能接 然後自己都好像很懂 什麼事情一樣 然後很有優越感這樣 你講這個問題 有一個朋友他跟我講過 他就是有一個朋友這樣子 有一天他們就是中午吃完飯 然後休息時間 大家就躲在那個茶水間裡面 就在那邊聊天 打屁 然後就其中 他們就聊到公司福利的問題 那個愛插嘴的朋友就插進來了 我跟你講 這個公司真的福利真的不行 我之前待在那個公司 那福利怎樣... 哔哩巴拉的長題面大論的 講了半個多小時 對 半個多小時這也很有耐性 都沒有人想要開流 大家都在等著看笑話 因為他在講半個多小時當中 老闆也站在他後面半個多小時 妖怪喔 好精采喔 各位觀眾朋友 聊天的時候 就是要時刻的顧慮他能感受 還是說拜託 老娘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那才自在好嗎